啊,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 今天的主题是《法教宇宙观》第22集了 不过今天有小标题呢,是大菩萨用功的方法 首先要跟各位提醒,我们生而为人 是为了修行正德法身,为了证悟涅槃 为了修福之德累积波罗蜜 所以在行动管制这段时间呢,各位待在家里呢 要好好的诵经打坐,诵准法轮经 尤其是每天晚上在我们吉林法乐园的节目上呢 我们会跟全球大众一起进做抗议 这个功德很大 好,要跟大众打坐轩来听听佛法 复习一下 我们在谈得成佛之法呢 Buddhakarakadhamma就是死波罗蜜 诸佛用来成道,成佛的法 波罗蜜是高度洁净纯净透明的功德 要洁净心理的去行善 之后才会产生波罗蜜的 所以波罗蜜不是普普通通的行善 而是洁净心理去做的 不过要想一想呢,应该先跟各位谈这一项呢 佛法的特征,就如各位了解了佛法的特征呢 就更明白我们要讲的佛法内容啊 再加上了解这个佛法的特征后呢 各位去读佛经啊,会更加明白 佛法的特征呢,有五个特征 如同阶梯啊 释迦摩尼佛开示,诸佛开示的法 如同循环,有循环的特征 有定义的特征,有扩大缩小的特征 还有像网络的特征 这五个特征是怎样呢 第一,像阶梯呢 佛法如同阶梯 比如说呢 这条法呢,有五项 第一项就是第一层阶梯 第二项就是第二层阶梯 第三,第四,第五到第五项 就是五层阶梯的 慢慢的往上升 佛法就比喻呢 佛法如同海一样 海洋,海边 慢慢的身入 从前入身 不能跨步 要一步 一步来 第二个特征呢 佛法如同循环 好像我们说 螺丝啊 越转越紧 越索越紧 就像八正道呢 从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命正经济正念正定 一个循环 走完了八正道 进入第二个循环呢 各位的八正道就更深 更清静 这是循环 的特征 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那条法的每一项啊 是互相当其他项的定义 比如说呢 不思直接静坐 不思是第一项嘛 直接就是第二项 然后静坐是第三项 佛教所说的不思呢 不是单单不思啊 要看整体 还包含了戒 跟静坐 结如想要让各位的不思功德圆满 就要持戒 也要心要静啊 来不思 不思功德才圆满 同样道理 持戒呢 佛教所说的持戒呢 你要 持戒得好 你要不思为基础 不思功德圆满 就像我们谈过 比较有钱 生活比较富裕 就不用去杀生啊 对吗 所以持戒是不思的基础 另外也是 舍去心中的吝啬 心更清静 第三呢 持戒要清静呢 你的心要静啊 就是要静坐 心要平静 第三静坐呢 佛教所说的静坐 也要有 不思跟持戒为基础 想要打坐好 就先去除心中的贪啊 然后 再来 去除心中的 称 烦恼 就是持戒 最后呢 吃烦恼 我们再以静坐来处理 这是 互相 当 其他项 的定义 过大说小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特征 比如说呢 八万四千法门嘛 下面是 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 金字塔 然后 可以慢慢缩小 这如缩小 把它缩小成 八呢 就是 八正道 八万四千法门 缩小成八 像就是 八正道 从八 这个缩小成 三呢 各位认为 是什么 咱老人来讲过 就是 身 清静 口 清静 意 清静 这如 在说小成 意呢 意 就是 不放意 不放意 包含了 八万四千法门 包含了 八正道 不放意 在这里也是 静止的意思 把心 静止下来 静止在身体中央 第七点 就如同 我们 中国的 善知 可以 扩大 可以缩小 第五个 特征呢 就是 如同网络 网络 就会 有关联 我们会发现 在佛经里面 这一部经谈到 信仰的信 另一部经谈到 信仰的信 这个法条谈到信 另一个法条谈到信 它有关联 有关联 网络 八万四千法门 就有 如同网络 不管你修什么 法 法条 认真修 也会成 道 就如同我们洗衬衫一样 洗衣服啊 我们把 这个 衣服的 下边呢 拿上来 整件衣服 也会上来 对吗 把 抓 口袋啊 拿上来 整件衣服 也会跟着上来 同样道理 八万四千法门 你抓 哪一边 上来 哪一项法上来 哪一条法上来 都会连接到 其他法的 佛陀才说呢 认真修一条法 对你有用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 使 波罗蜜啊 不使 波罗蜜 借 波罗蜜 处理 波罗蜜 智慧 波罗蜜 或者 波罗 波罗蜜呢 精进 波罗蜜 忍辱波罗蜜 真实波罗蜜 怨波罗蜜 持波罗蜜 舍波罗蜜 这个就如同阶梯啊 阶梯 如同循环 阶梯 的象征就是 要先从 布施开始 然后 直接 处理 智慧 精进 忍辱 真实 怨 持 舍 不能跨步 啊 另外 它有关联 有关联 布施是 戒的 因 戒是 处理的因 啊 处理是 戒的果 处理是 智慧的因 就是这样 直到 舍啊 嗯 第二个循环 完呢 也就是 争承 到第二个循环 啊 就是 借提 四 跟 循环 得 特 争 啊 所以呢 使波罗蜜不能跨布,不能转摆,这个我比较喜欢这一条波罗蜜,就先来,摆在前面,这个我不太明白,就摆在后面,不行的,不能,也不能讲说,哦,这个应该可以跟这一条法呢,融合啊,就把它缩短,不行, 已经浓缩了,不能再浓缩了,各位大德,十波罗蜜就是十波罗蜜,各位懂吗,复习我们昨晚谈,处理波罗蜜,能帮助菩萨脱离情欲之烦恼,并获得更多方便与自由来修其他重要的波罗蜜, 性欲控制众生啊,让众生乘轮于六道轮回,所以波罗蜜呢,处理波罗蜜呢, 当你乘迷于情欲,波罗蜜就会减少,倒退,浪费时间, 情欲会让心有牵挂,对吗,有挂爱,牵挂等等,没有自由, 如同心呢,被困绑绑住,一样 处理波罗蜜呢,菩萨会去寻找脱离情欲之路,就是出家, 舍弃生命和家庭去修处理波罗蜜, 让菩萨所修的波罗蜜能够圆满, 好比是困境在尖狱的饭老饭, 想要出狱一样, 菩萨也想借修处理波罗蜜来, 脱离老龙,就是轮回, 我们有谈到一个比喻呢, 波罗蜜就如同阶梯啊, 不失,直接,处理, 不失得好,借波罗蜜就会稳, 借波罗蜜,在家,直接好,出家,处理, 波罗蜜就会稳, 所以呢,五阶八阶啊,不能跨, 马上就从五阶跳到227条阶, 不太适合,要先有中间啊, 嗯,就是持守八阶先, 嗯,一个中间, 智慧波罗蜜呢, 学是渊博,可以洞察前因后果, 如实得明了所有事物的状态, 嗯,菩萨一心寻找智慧, 为的是把所有烦恼从心里除去, 啊,就有三种智慧, 闻得来的智慧, 思考得来的, 修行得来的智慧, 那, 智慧波罗蜜是属于第三种, 啊, 修行得来的智慧, 才叫做智慧波罗蜜, 波日波罗蜜, 啊,这是我们昨晚谈的, 啊,先跟全球大众, 智慧座抗议先,啊, 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 祸中也有福, 障碍中也有机会, 透过修行静坐, 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 感到心烦的这颗心, 也能体会到快乐, 所以现在开始, 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 轻轻地闭上眼睛, 眼睛为家, 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 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 让自己感到舒服, 没有任何部位绷紧, 放松全身的肌肉, 整个身体, 从脸部, 头部, 头部, 颈部, 肩膀, 直到手指尖, 让身体的两侧, 都感到放松, 双腿直到脚趾头, 全身舒畅, 保持内心的清爽, 开朗, 开朗, 清净, 透明, 没有担忧什么, 不管任何事情, 都放下不理, 放下万元, 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 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 都忘记掉, 现在是和平的时刻, 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 方法和简单, 把平常到处跑的心, 接引回归体内, 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 没有任何内障, 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 接引心回来, 安住在体内, 把心轻松的安放, 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 或哪里舒服, 就放在哪里, 让心轻松舒服地, 安住在身体中央点, 如同羽毛, 慢慢地飘落水面上, 不让水面, 产生波纹, 不让水面, 产生波纹, 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 我们可以轻松地忆念自己熟悉的画面, 比如太阳, 月亮, 或天上的星星, 内心, 只有那个画面, 心, 才不会回去想, 去担心, 其他东西, 轻松舒服地, 轻松舒服地, 维持在, 维持在, 那个画面, 如果, 这个意念, 不舒服, 就重新开始, 或着意念了, 或着意念了, 却回去想别事, 我们就简简单单, 舒舒服服地, 重新开始, 我们也可以, 在心中, 轻轻地默念, SAMMA ARAHAM SAMMA ARAHAM SAMMA SAMMA 是真, 是善的意思, ARAHAM 是远离, 让人生受苦的, 那些不清净的东西, SAMMA SAMMA ARAHAM 即是净化心的, 正缺乏, 让心, 正得人人可得的, 最清静静地, 我们要继续, 我们要继续, 默念, SAMMA SAMMA ARAHAM SAMMA 我们能专注在, 我们所观想的, 画面, 和默念的, 声音, 。 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 我们会神奇地发现, 自己, 自己, 也能让心指定, 虽然, 只是小片段的时刻, 每天, 继续做, 直到自己, 能自然地做到, 如同吸气, 武器一样, 不用动脑, 也能呼吸, 我们就能, 训练, 让心, 远离, 一切, 污垢, 让心, 清静, 透明, 清静, 透明的, 这颗心, 能连接, 内在的, 清静, 能连接, 防护体外, 所有, 不清静的, 东西。 清静的心, 将让我们, 想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事。 这是, 现在人类, 所缺乏的, 就等于我们, 正在帮忙, 保护世界。 全世界各地, 静坐所产生的, 清静气息, 将散发, 出去, 保护, 地球, 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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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马阿拉罕。 相马阿拉罕。 当我们体会到 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 就可以开始想象 内在清净的能量 朝四面八方 慢慢地扩大 轻轻的意念 此清净的能量 是一颗透明的球 慢慢地扩大 笼罩的我们身体 再从我们身体 扩大覆盖到家人 邻居和全球人类 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把善意 和清净的能量 存送给他们 把充满着爱和关心 存递给每个人 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 大苦 小苦 小苦就能脱离痛苦 少了 少了 变成大了 已经很快乐的人 就更快乐 想象象我们 我们正在把善意 把善意 传递给全国人民 传递给全国 各国各地 无边无际的地方 让全球人类 身心快乐 互相同情了解 无担忧 无压力 无法闷 和一切疾病 让此精进的能量 回向给历代祖先 父母 亲戚朋友 不管已经往生 爱是活着的人 都愿他们快乐 具有心理 脱离痛苦 灾难 疾病 一切障碍 一切众生 也愿他们快乐 脱离一切痛苦 灾难 愿此清静的能量 渗透人类 和众生的身心 进化人类 进化人类 水晶 水晶 或钻石 只剩下清静 脱离一切污垢 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 或内在控制人心的 贪族 贪旻吃烦恼 病毒 使人类 互相误解 冲突 杀害 打仗 等等 让世界 转换进入 戒律 和道德 高尚的 新时代 人类 心中的 清静道德 覆盖 覆盖 传送 保护世界 使世界 超脱 不清静的 一切 使世界 当我们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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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第三种 修行 得来的智慧 智慧 波罗蜜 或者 般若波罗蜜 智慧 波罗蜜 所以 波罗蜜 会从各个阶层的人 身上探索种种的知识 来消除完自身 心中的 心中的烦恼 要用生命来交换 那些知识 菩萨也非常的乐意 在所不惜 好比 是 脱波的 比修 不刻意的 挑选 前往 富裕 人家 贫 困 人家 或是 中等人家的 脱波路线 菩萨一直 想要询问 有知识之人 也一样 谁都可以 只要有知识 他都愿 去询问 求法 今天来听第五项 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勤奋 无为 任何 困难 尖险 全力以赴 好 不松懈的修波罗蜜 不管产生任何困难 菩萨的心绝不会 气馁 和猥琐 我以为说 各位 注意 当大菩萨 就是有这种 的心 不会怕什么 不会气馁 只要决定要做 就不气馁 所以 我们世间摩尼佛 成道过后 不会气馁的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 讲法 一定开示 顾众 就是 啊 还敢于 啊 菩萨 嗯 狮子王 狮子王 在包括 嗯 在睡觉 为了 为了 练习自己 的 握知 啊 啊 第一呢 未生饿 令不生 就如同 啊 还没生病啊 去打 防疫苗啊 啊 啊 去打 疫苗 防 预防生病 嗯 就像 呃 新冠肺炎 我们在等着疫苗 对吗 还没生病 还没染上 我们就等着疫苗 有了吗 就去打 疫苗 第二步呢 以生饿 令 断灭 已经感染到了 就要吃药 哈哈 要以 哈哈哈哈 第三呢 未生善 令生起 就如同身体 没有生病啊 但是 呃 要 运动啊 让身体呢 呃 各个 部位啊 健全 健康啊 第四呢 以生善 令增长 嗯 就如同 已经健康了 就补啊 补 维持它 补它 有 有 对 补 能 有 能 很 能 您 最高的term的建� score记录 我是今天今天晚上的体操作 的事情 对不起 不能掉换 不能掉换 呃 这一条法呢 为生而令不生呢 sangwara ptana 就是我们 呃 还未 饭介啊 就不要饭 就 保护自己 预防不要去犯戒 不要照做恶业啊 不要犯五戒等等 第二呢 哪一条戒呢 五戒当中哪一条 已经常常犯了 就要 断掉它 不要犯戒 不要再犯这条戒 五戒要清啊 然后第三 就把它灭掉 就如同烦恼呢 黑黑的烦恼 就灭掉 用功德来灭除它 用善 念头来控制自己 第三呢 为生善 令生起呢 Pāli 文 叫 Bawana Pthana Bawana 这里呢 是已经指定了 就是修行啊 从Pāli 文 刚 Bawana 修行 还没有 内在的 产品啊 就管快修行 让自己 产生 内在的 产品 就如同 各位 现在啊 Bawana Pthana 就是精进修行 第三个步骤 是属于这个步骤 然后第四个步骤 就是以生善令争承长 安ulakana 就是已经产生了内在的光 内在的法 等等就维持它 维持 心助作为维持它 不让自己内在的光 内在的法 灭掉 消失 等等 所以 从 这四正勤 不能调换 就是它有它的诚次 要按照原文 巴黎文 范文 来摆 摆放 不能不要调换 因为有它的用意 那我们今晚的小标题 就讲说 佛陀用功的方法 对吗 就是 佛陀 看人 用不用功 不是看说 他有没有天天上班 有没有天天做家务 有没有天天照顾家人 有没有天天去运动 等等等等 有没有天天去帮助别人 等等等等 佛陀 佛陀是看 谁有这四个 呃 呃 一生 恶 令 断灭 常常犯的 戒 哪一条戒 要 改过这个心 不要再犯 啊 第三呢 为生善令升起 多多打坐 让产生第四个步骤 也是产生内在的光 内在的禅定 内在的 呃 佛法 然后 维护它 维持它 这样的话 那才叫做真正的 用功 哈哈哈哈 也才值得 我们这一世啊 生而为人 获得这个肉身呢 来人间修波罗蜜达 今晚时间到了 就 祝福各位和家人呢 一起送准法轮经的功德 听闻佛法的功德 一起静坐抗议的功德 祝福各位和家人 健康无病 约理新冠 肺炎 茶圆滚滚 修行进步 正入佛法 祝福各位和家人 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在何处 苍天给不住 正确答复 徒劳无功 过不爱 冲中迷雾 何不清何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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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一轮明月灿烂 欲免心深处 柔柔地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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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装讲清楚 终情点证 是幸福的归主 柔柔地雾 柔柔地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